影片不知道有沒有錄好 前面他影片只有一小半 如果沒有錄好請各位包涵好不好 我今天狀況 這個教室我不是很熟悉 好 趕快講 我們看道路設計的準則 他有分為市區跟一般道路 這個是 我從工程位上面摘下來的標準 來做講解 然後 在設計的時候 設計我想簡單講一下就好 基本設計道路 選線等等 那這一個是那個台東 到新設東山路 129線 這工程 那你看到開始的時候 你應該遇到什麼順向坡 這東山樂園嘛 以前林陽港故去那邊上去 你看好幾張圖 這個到中心領營區 那這個是斷層帶 所以 他圖面上有很多很多的東西 這個很符合 他有橋樑有道路 這套圖我覺得比你書本那道好多了 好啦 看一下 看一下 我不要批評一下 這就整個路線圖 測量圖做出來 他規劃路線 OK 那橫斷面圖是一定公路會看到的 每一個標準照片看到橫斷面圖 橫斷面大概就是不外屋 幾個車道 幾個慢車道 有沒有人行道 旁邊 有沒有排水溝 然後中間有沒有什麼 排水寒管 下水道 大概就是這樣而已 中間有沒有分隔袋 有沒有綠袋 那這橫斷面圖其實就是很多 這是工程會載下來的 幾公尺的標準斷面 現在設計幾乎他們都抓工程會的標準斷面 那工程會把那個斷面收起來了 不讓你下載了 因為每個人下載完都做工程會的圖 工程會才不會單那個車 他沒有拿你的錢 他到時候 你都按照工程會錯的是工程會的問題 他最後現在變成說 你自己去找 你花完自己簽 你們計師自己簽名 他可以提供給你一個標準讓你看但是他不要 他不要再提供 就是這樣 這是在早期還沒收掉以前我拿下的圖面 讓各位大家參考一下 那有標準的幾車道 四車道 六車道 他都有 怎麼設計 他都有 這圖面就是剖面 很剖面圖而已啦 那車道上面還有路基 路基的傳遞 這我就不再介紹 公務工程裡面再講 那他每一個裡面 你看 這個還有一部分是路 一部分是做R系結構出來的 東山路的方法是這樣 那有一部分要做擋土牆的 有一部分要做斜坡的 不是做直立式擋土牆 有做一部分而已 然後他要做斜坡 復坡 所以他有很多 很多的斷面 有四個標準斷面 以這一個來講 東山路 那他這個 這個狀態還打玉綠地毛 所以我說很多工法裡面 你大概清楚這個祭司蓋章 簽名哪一張號 看一下就好了 我們不在乎是哪一個 我們是在乎是圖面 你大概看得懂嗎 這是每一個裝號裡面的橫斷面圖 好 那 路基施工的步驟 工地安全布設 整地 軟弱地盤先處理 再挖土 然後填土 滾秧 試驗 大概就是這樣 你清楚就好了 然後這過程來講 施工圖一定要講一點施工 不然不叫施工圖 這路線怎麼就跑 這曲線你怎麼去佈測 這個都是一定的難度 不知道哪一點 不過現在有GPS方便的很多 座標都算完就直接跑點 好 那這是旁邊的那個護欄 護欄用RC的部分 看到了 他要求一些護欄要放 這安全的那個 那個 萬一旁邊有那個安全 這樣看不出來嗎 實際照片就是這樣 用鋼結構那放一些 省安所做這樣的東西 OK 好 那所以翔土你要看一下 看不懂現場多看幾次 時間久了就大概經驗就豐富了 OK 那這擋土牆裡面 擋土牆手中後面的背部的水分要排出來 水壓越高的話對黨武強的推力越大 被動土壓力越大他容易失敗 那這裡面佩金表的情形 他用表格的方式來替代 這跟各位簡單講他幾號鋼金什麼樣子什麼樣子 幾號幾號加劣勢 列表告訴你這個幾根幾根 這是比較科學的佩金法 在土木工程裡面常常看到這樣做 金門大橋我也看到 沒有空跟各位聊這個 OK 那這是樁 他有一些人樁的基礎斷面多少怎麼去做 排樁的情形怎麼樣 裡面的RC一樣 配金怎麼配 所以這個結合圖他講的涵蓋的蠻多的 這是玉立立馬 固定自由端跟固定端跟中間這一段怎麼去做 還有翔土 這都是說明書 所以發現土木工程的圖比較雜 每一項都寫的交代很細 比例是未必 未必符合一個比例詞 他底下都畫一槓 有的都是沒有比例的 好 所以大家這是我們那個 那個指針護坡的 翔圖 好 那路線平面圖定線之後準備定型圖 這定線圖 這彎折的很厲害 所以它有坡度高低的問題 它不是平面彎折 它是3D的彎折 所以我這做起來是很挑戰的 再做測量也是 那選線完以後 相關控制點要選出來 你看這邊這麼多控制點 有沒有 都標出樁 要先去打樁 樁不可能打在中間 中間是道路中心樁 旁邊一定有一些輔鑽 施工的時候 你樁都弄掉了什麼施工 所以樁一定不會 一定在它邊緣 道路的邊緣側 看它很多樁 OK 好那樁還畫一出這樣的圖面給你看 這一段 還有這一段 還有這一段 OK 你看這一段 連上面都有 我不細講 讓各位欣賞看一下 每一段有多少圖面 OK 這邊到這邊彎過來怎麼樣交代 它圖面還更多 好中斷面圖的話我們簡單講一下 中斷面圖大概就是地面線 裡面要控制它的高層 中斷面圖是蠻重要的一點 你會看到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圖面 就是這個圖表 他會看到它的樁號 我們路線都是20公尺一個樁 他會看到地面高 限定高 設計高 就會看到挖田高了 主要算土方 這下面這幾籃的目的是這樣 挖多深填多少坡度多少這邊會標示 然後這邊做什麼 斷面 那這個圖表我跟各位講 這個高度 這高度的比例時跟平面的比例時會不相同 通常差了10倍 通常 不一樣的時候看它怎麼交代 他這個是多少公尺 310 315 差5公尺這邊怎麼可能是5公尺 這個尺度在這邊不可能是5公尺 是 懂意思嗎 所以你就知道原來這個東西是 它有差大概10倍左右的關係 因為它表達高度的變化 那是因為這條線路是爬坡 是山路 所以他看得很清楚 一般頻度看不出那個差異 懂不懂 好這大概是個圖 你要看 這張是公路公尺很重要的一張圖 你要看路線圖跟它的 坡度的形形 好 其他有坡度挖高填高設計高 這你要看得懂 我不介紹了 這我不是上公路公尺 你要去懂這些東西 不懂你就再去查 好不好 地面高是什麼 裝號曲線 開始 這路供定線的時候IP 有R 有TL CL SL 等等 這個要去弄清楚 好 這就是一樣的圖面 這邊還有實際他一些 他一些 那個總高配置圖 OK 好 那路面鋪設大部分就是柔性路面居多 鋼性路面也有 比較少 柔性路面鋪設我們就簡單看一下就好了 好不好 還有人行道的鋪面 這都有翔土跟排水溝 OK 那排水溝 那都是U型排水溝 都會用鋼 鋼膜來做 有的是預柱的 好 那這個看一下這一個 這個 那個南一線 拓寬的工程 這我自己改的啦不是南一線 這是台南線哪一個 爬山才會南一線南二線 北一段南一段 好 第一個會有工程位置圖 你看到工程位置圖 會有圖號索銀表 這是真的一套圖 這是工程顧問公司出的圖 OK 好 然後他會講了很多你看 極配表橫斷面圖 他的標準橫斷面畫出來 那極配表在這裡 立清極配表 然後他裡面極配 裡面的極配 然後立清層多少層 他畫更清楚在這裡 然後有一些施工說明負責 這圖配的很漂亮 我覺得這個 這個祭司我認識 做事很嚴謹 做事就是這樣在做 有時候 真的看人 他畫出來圖就比較放心 這個人做事你就放心一點 那這是他的斷面 公務斷面 他地面我都把它改了啦 因為上課啦 什麼 可能我有些 個資上面 這個要給他考量 好 那這東西你看 他就畫得很清楚 所以我很喜歡說你做事 真的 你做事很負責 人家很放心 我一個同學在蓋房子 蓋到後來現在 30 40年不見面 我們也就畢業40年不見面 你看他現在蓋到 台北一個工地 台北五個工地都蓋大樓 他自己當老闆 他圖木技師當老闆 然後請了 工地他有五場工地 他請了四個工地主任 我說還有一個呢 他自己跑 然後他自己跑的時候要看 然後他自己也會弄 然後全部自己織 他的公司是自己織 他的公司掛他的牌嘛 他的營造員掛他的牌嘛 他就做 那設計他認識他找建築師合作 做起來之後就做 台北市市場 大樓 你看他資金有多厚 這很佩服 他怕不是家境很有錢 他家境不好 那他做到後來 他知道他有宗教信仰 他一直都吃素的 然後他後來他到有一年 他就覺得他有賺一點錢了 他就幫那個道場 蓋了一個活動中心 用他的工班 他說土地你們都有了 我只租材料幫你建起來 幫找人家設計 幫他蓋了一個道場的活動中心 他功德很大 從此之後 那個蓋房子蓋不停 他現在後面約了很多 就是後面在排隊 等他去蓋了很多 因為他做得很仔細 所以他勉勵你做出來是品質還是說我做很多的量都很不好 你就算賺了一點你賺不多 他賺了很多 可是他都一直布施出去 我覺得這種人不簡單 你去看他人長得一臉很和氣 他跟我講 有空去台北早早 他請我吃個飯 他說我不嫌棄吃素 我說我不會不會 他說他都無數了 所以 人有時候你要看賺大錢是什麼樣的人 我就跟各位講 跟學生講 不要只要看到錢 他真的做不完 他工程品質非常好 我們站起來不講他哪一天 就這樣就好 知道我同學 他也沒有給我廣告費對不對 好 這人心靠 人口 我看他很敬佩 對得很禮貌 很有禮貌 地位很高 還是這樣 不簡單 這看一下平面圖 還有現況 你看這個這個最麻煩拆遷補償 道路開下去有要拆 這最麻煩 我跟各位講 這工程施工的最麻煩 各位工藝主任 你們遇到這個時候 記得跟公司要那個三節 三節禮金 禮物要帶出來 知道沒有 這要先送 我說這很麻煩 人最麻煩 聽到沒有 工程沒麻煩 人最麻煩 聽到沒有 物質的東西用什麼方法就解決了 人最麻煩 OK 來 為了 這是道路中心莊的圖怎麼去做 教你們這都很簡單的東西 人我真的沒辦法教你們 我只就用誠意去面對他而已 其他你沒辦法了 好不好 好 這道路一直做 OK 有些標本 所以你看 這道路平面重斷面圖 好 路燈 OK 好那你再看他標準斷面圖 還有排水溝土面 櫻井的土面 櫻井上面的水溝蓋 都有解釋 所以陰井的配金怎麼配 排水溝怎麼配金 斜度怎麼樣 他都教調得很清楚 道路就是水路 各位要記得 不是道路為什麼淹水 所以道路下方一定有排水溝 有向寒 如果你不做那個 將來道路淹水就是 路上就擠水 OK 所以因為 這就是跟各位講的概念 怎麼道路會擠水 你路會走 水就會走 這是一些那個標示 旁邊的標示一些東西 號製 等等的一些細部雜向的工程 工程告示牌要不要 這是 台九線 剛蓋好的時候就跑去開車過去 那感覺非常好 辛苦的工程人員 我說真的 沒有工程建設 我們沒有辦法享受這些東西 好看排水工程 排水跟道路在一起的 你不要說排水分開的 下水道分為河流市 分流市不管他 這他系統的設計 不管他 分流市是與污水分開 河流市全部都用管局出去了 河流市比較便宜 前面比較便宜 後面比較麻煩 分流市是分開 你要分開到污水助理場 下大雨的時候雨水直接放流 不經過污水助理場 這是下水道計畫的差別 要服務的年限以20年為主 常常排水用的 你看到公路排水跟 寒洞的設施怎麼去做 U型管 矩形管等等 看他的設計 那一般地區排水 U型溝 大概就這些東西而已 隔柵欄等等 好 那航管的設計 注意寒洞的中心線方向 設置 在流水最順暢的地方 流水最順暢 不是流水不順暢 所以這邊下雨的時候一定會雞 對不對 雞沒有關係 排的掉就好 好 陸基不穩 不可以設置寒洞 坡度1到3 工程圖大概簡單看一下 有位置月圖 埋色圖 進水口平面剖面 香寒 平面圖跟剖面圖 OK 那這是香寒 RC香寒 看得懂嗎 標圓圈的 就是這個點鋼筋 這都標圓圈 標線的就是這個 這個平行我們畫面的鋼筋 這邊做兩個一個凸損 平管幫你們就講 就會講到這個東西 要求凸損 凸損增加它的 這叫簡力損 增加它的抵抗簡力的作用而已 出的140 RC應該是210 一般標準的211 3000PSI 這是 2000PSI的東西 這單孔矩形量 那排水溝要注意一個叫 這是日本的排水溝 你看他們一段就跌水 跌水會讓人量降低 減低 水對溝渠的沖刷侵蝕 人家細部設計 我都說日本人做細節很多 那我們要學的還很長 我要學的路還很長 我們這邊比較重視 利益的獲得 我覺得慢慢越來越嚴重 比較不好 不講那些來 我看民渠的施工 就直接挖直接蓋 最簡單最經濟但是 交通 就會犧牲掉一些 民挖是一定要把路擋起來 做一個車道就擋兩個車道 有沒有 對 我們路哪有三個車道的 路當我們都一個車道兩個車道 三個車道路給你當兩個車道也大塞車 好 遣陣施工 遣陣施工 很貴但是 他有好處 也有缺點 所以有一個好就沒兩好 推進工法是最近常常做的 用返利幣去做的 這是我一個學生他在那個做的推進工法 幾個工作井怎麼到達做下水 然後幾個工作井怎麼位置到達哪裡出口 為什麼做要做推進 因為上面交通很繁忙 也沒辦法入圍起來 那怎麼去做推進多少 一道出口多少 先把工作井先做出來在裡面推進 地質狀況要先瞭解 土質柱狀土要看到 這是屬於大地技師的事情 研盤單壓強度就是把研盤取出來 他的抗壓實驗機壓下去高度是多少 是軟眼還硬眼 那這個都要清楚 那個往下這就是推進工法機器 推管機 蠻大台的 這個推管機蠻大的 彈一下 簡單看一下這反力做反力強 用千金頂做反力強 你要前進一定要有擋著他的力量 才可以前進 沒有辦法擋進不了 力於反作用力 好這推管 OK很壯觀喔 底下下去都蠻深的 OK 那這個是鏡面 好這每個管軸每個管軸你看還有一個像 Parking 接著 OK這到RC管 掉下去 推管機去推 還用 這應該是 這應該是全站椅了 Total Station去做 做推管前面的那個那個定位 最終推出的韓管是在這裡 好 那排水工程施工圖簡單看一下 我們大概就看到這些東西你看到第一個他的他的一些 露燈的燈座 這個燈的燈座 他圖像畫這樣你畫燈座下面是湘涵 這是排水工 這位置圖 是工程告示牌 所以說明備注你看一下這個東西其實看一下都OK啦 那這邊就是路線圖 這一個你看到我剛剛講的高 裝號高層等等 土地限地高層 要挖田土 坡段坡度在這裡 工程的路面的坡度正的正的是往上升負的是下降 好不好 大概是這樣平面 剖面OK 那這個就是其他一些其他的那個湘涵的位置 推進管法到這個坑來有沒有 這管線到這個陰井的部分 OK 工地的排水的時候 米花 那這個是他的那個 管 這是更多人孔下去修理的地方 有沒有有些爬梯 這是湘涵的部分 所以排水來講他整個座他很多表格啦 他們比較喜歡畫一個標準圖畫1234他就用表格來表示這個東西 他們工程現在很喜歡用這個方式來表達OK 比較科學啦 這個是很大的排水溝那麼大一座 這麼遠看那麼大這都蠻大的排水溝 的人孔蓋 那這個湘涵裡面的情形每一段每一段每一段都要畫出來 每20公尺 好那這個工程讀的部分我就到這邊做一個結束 OK 好 那我後 沒想到